本期话题 椰子粉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椰子粉的功效和作用 我们讲椰子是一种常用的饮品 那么椰子里面的椰肉 椰肉之后通过干了之后打粉之后 就叫椰子粉 椰子粉它具有椰子里边的亲热生间 那么还有了健脾、削肝、杀虫 这些基本功效 当然我们讲生精烈药 因为椰子本身就有生精烈药的作用 所以对口干、口口或者小便不利 那么我们可以吃点些日粉 然后也可以重复 那么达到生精烈药 另外对脾胃虚弱 我们也可以用点椰子 那么健脾、油味 那么还要对小孩 比如说杀虫、削肝 那么椰子它能够促进的 比如说肥肠的肌生虫 它能够促进这些 既能够杀虫 还能够促进这些肌生虫的排除 所以叫做虾虫、削肝 也对小孩干净 当然现在肥肠的肌生虫会少一些 但是整体上椰子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所以椰子的作用 既能够健脾、杀虫、削肝 还有那个生精烈药 那么是一个常用的 但是我们讲椰子也不能过量 因为过量了之后 它相对还是偏寒一点 所以对脾胃虚弱 过度就现在脾胃虚弱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极致的情况下 还是要生用比如腹泻呀 长时间的腹泻 脾胃虚弱就虚寒的 我们也要信用